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欢迎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的现场 我是黄光琴 那我们今天欢迎 第二个小时 利临我们节目的 基隆市现任的市长林又畅 他即将寻求连任 好 又畅你好 光琴 光琴姐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又畅是 应该是第四次来到我们节目 我经常会邀请他来说明市政 不过我们选战就是一个一个来 就是针对刚刚谢立功 他所提到一些批评 我们先放在一边 我绝对会就教您的看法 那这次的这个选举呢 先前 你们在民调封关之前 您所掌握到的这个状况 跟谢立功他自己主动公布的 那个数据 差距是不是真的有一段落差 我刚刚也同样的问题 请不要告他 没有啦 我想 民调的事情我们就不去谈啦 是 其实大家都有看到 那所以 我想我们最重要还是专心在市政上 那用金融 这三年多来的一个政绩 来获得市民的一个支持 我想这次比较实赛也比较重要的 那你这次为什么这么有自信 打的是政绩牌 因为我们真的做很多事情啦 我想这个 是所有金融市民有感啦 所以我想我们非常有信心 嗯 那是哪些呢 哎太多太多了 这个大家可以 不过大家一个印象啦 不管是金融市民自己 还是外县市的民众来到金融 大家唯一一个感觉就是 金融真的变了 然后变得干净 变得漂亮 变得不一样 变得进步 嗯 那对这种市民来讲 其实更重要的是 变得有希望 然后变得有未来性 嗯 然后自己对这个城市 未来充满了自信跟骄傲感 嗯 然后嗯 也充满了信心 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转变 嗯 那如果针对呃 刚刚我们已经开支善业 我一个个就叫的一些问题 我想当面询问你哦 就是说呃 第一个就是针对有一个 谢力功他去澄清 但是我们都看到媒体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报导 就是他批评您所推的军港迁移的计划 当然还涉及到码头如何再生了 就是是一个灭港 这个或者是王室的 如果真的有这四个字 您的看法是如何 那实际的状况是如何 嗯 我想谢力功先生可能对整个金融市港的一个发展 可能真的是太不了解 呃 金融港大概在1980年代 中期末后 呃大概就开始首相这个衰退 嗯 那其实那个背后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金融市港必须要转型 嗯 因为整个经济全球化 整个竞争的态势是完全在改变 嗯 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 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 金融市为什么会衰败 就是整个的一个城市没有进行转型 嗯 那这个军港的一个迁移 还有户柜厂的一个迁移 呃内客外货 东客西货 其实是20多年前中央政府就定下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目标 嗯 只不过在最近这20多年来 基隆没有真的用力去推展 嗯 那没有推展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呃卡住了 呃军方不同意 然后港务公司或者包括当初的港务局 呃在没有没有进度 那今年好不容易 呃这个金融人期待了20多年 嗯 军港的迁移在今年的5月份已经呃开始动土 预计将在三年半到四年左右会完工 嗯 那整个军港会进行迁移 嗯 东岸的一个货柜厂啊 货柜厂现在的问题在这样 呃过去呃货柜是东西岸要转柜 他必须经过金融市的市中心区 嗯 这个让金融市整个都市的交通 嗯 负荷非常大 而且造成呃交通的一个阻塞 空气的一个污染等等 嗯 那呃现在货柜车已经不能走市中心区了 大货车也不可以 嗯 所以东西岸要转柜必须要走62号快速道路 要绕一圈十几公里 嗯 非常不利整个货柜货运的一个呃运转 基隆港所有的货运货柜还有包括运输会者 业者 大家整个都跳起来 所以不是用景观或文创去取代 不是 而是维持相当为数的这个货运量 并不是 应该是这样子讲 西岸柜厂整并之后 它效率会提升 嗯 它还是会维持在大概145万Q的货运量 嗯 东岸军港西签之后 那个地方要进行的是啊 新辟第三邮轮转移中心 也就是大家之前一直在骂 基隆港的这一个客运大楼太老太旧 嗯 那就是因为过去我们是一个服务货的港 不是一个服务人的港 嗯 所以现在基隆港有一百万的邮轮的旅客 嗯 你怎么能够不给一个新的 崭新的国际级的一个旅客中心呢 嗯 所以呃 军港迁移之后 第三邮轮转移中心要新辟 嗯 货会场迁移之后 并不是像谢宁公先生所说 他可能搞不清楚 嗯 不是像他所说要给邮轮用 我已经在议会 不晓得已经讲了N次 在记者 在这个在询问的时候 我也讲了非常多次 报纸也都公开的报道 那个地方要新辟成一个新的产业园区 嗯 不是要做观光休闲跟娱乐用的 不要搞错了 嗯 那他会变成是基隆一个新的 重要的产业经济的一个区域跟狼带 哦 呃 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的呃 什么亡港灭市啊 什么的灭港亡市 嗯 反而这个是促进整个基隆市港的一个 再生跟发展 嗯 那我们非常有信心 整个的一个 这个叫 这个其实就是叫做藤红换鸟了 嗯 在我们都市计划的一个术语上 就是把不合时宜的土地利用的方式 把它置换为 现在最有经济最有效益 最合宜的一个土地利用的一个方式 这个是促进城市再生 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嗯 又常刚刚为什么主动说 请您把这次您选战的主轴 就说您打的是正机牌 想说用一个比较有弹性空间 时间交给你的原因 就是说 我不想让这场采访 哦 就是说谢力工在的时候 我拼命 做球 或者来批评你 那等你来的时候 又拿谢力工的东西 我不 我不是说 没有 我的意思说 不能完全让你跟着谢力工这样 没有关系 所以您需要还要有一个时间 先论述您的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 就是您原先规划的东岸商场 是计划如何 现在进度如何 有任何对手所指设的 就是说有设臂的可能性吗 谢力工先生 说实在他很不用心 这个东岸的商场 在我上任之前 那个叫做基隆之尺 所以有台北人或外地人 来到东岸商场 就一个字张 那在东岸商场 当初在建的时候 是李静勇当市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李静勇的规划 是要盖一座 二十几层楼的大楼 但是被当初的国民党的党团 把他砍预算 砍到最后只能盖成这样子 那我上任之前呢 那个地方就是又脏又乱又臭 而且又是一个犯罪 像吸毒啊 什么都是聚集在那个地方 那可是那个时候 一年的标租金 招租 他当初是用招租的 等于就是 等于就是当这个房东 一年的租金大概是五千出头万 然后就是又脏又乱又臭 而且市政府每年还要编列 三四百万的维护的费用 去维护那个地方 那维护的结果就是大家看到那样子 那我也不讲说当初前市长把那个地方租给谁 我想那都是跟他有群态关系的 那我上任之后发现这个状况 市政府没有钱 只有市政府没有钱 所以我们是用一个促参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这个在党的党团 说实在大概也禁不得我们好了 说实在 在那边用什么OTROT在那边搞来搞去 他刚刚有提到ROT跟OT 可能对我来讲都有点理解困难 他不太了解了 对是什么 我说实在 初参的这个法令 当初在定法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民进党中央党部 当政策会的副研究员 当初民进党的草案就是我你的 所以初参的法案我非常非常了解 那更不是像他所讲的 说OTROT的这种东西 这个就是初参 而且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招标的所有的这些需要 或者是说 哇他可以增见 这个都是在公开说明的时候 所有厂商都来公开说明 大家都知道的 那更不用当初其实还讲说 还有人提出要盖摩天轮的 所以并不是像大家所说 什么这个初参 然后就不能增见 哪有这种事情 那个就是公开 然后就是大家在同样一个游戏规则下面 去进行 我说实在 因为这个事情在议会 我不晓得也提了恩赐了 甚至还刻意叫市政府要去专案报告等等 今天如果真的有弊案 检调早就来查 第二个 这个案子在前两天还得到财政部的 处参师的全国的金莫奖 嗯 一个得到全国金莫奖的一个奖项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中央怎么可能会让他得奖 所以我觉得一直去 他会说执政是中央 民进党中央执政啊 如果一直去扯这个 我觉得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嗯 那过去 这个地方真的叫做基隆之池 现在是基隆之光 所有基隆人都认为 这个地方让基隆时中兴趣整个量子 所以你有相当自信 就是说获奖也是实至名归啦 对 对这是你所打的政绩牌 如果这三年多来 如果真的如他所说 有什么必要 你就去告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是 那更不用讲说 已经三年多的时间 在议会不晓得讲过恩赐了 嗯 那我知道是某一位议员 提供给他的一些讯息啦 不过 我是希望就是说 自己还是用功一点 把事情搞清楚会比较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马上清醒 我们第二个阶段的一个发问 马上回来 POP抢先报 现在时间十一二点二十分四六秒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的现场 我们刚刚跟前面谢立功 现在是林又昌市长 我们来聊 就是说双方市政PK 跟选战议题的交锋 我们留言板 今天还是蛮热烈的 那有时候我们对 每个县市不是那么了解 像我台中市长大的 我或许对台中的选情或市政 比较有一点熟悉度 可是基隆 偶尔我们去基隆夜市 又昌也知道 我们或许知道基隆夜市 可是对于像基隆 什么发展 怎么建设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或者说有哪些空间 有改善的空间 所以我看到留言板 或许这些是基隆市民也好 或者说熟悉基隆的 他们譬如说 先讲一个大概念 哇 晃眼过去就四年了 所以林又昌有四年 要面对下次选战的压力 所以这个就是您在任内 必须要快马加鞭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有很细节的部分提到 他们认为 孝恶路上交流道 不太塞了 西岸引道完成后 就很顺畅 而下班南下的时候 也超顺 但是有塞要塞是塞对象 那包括他 果然他在以前 在基隆上班 早上国三北上也超顺的 又昌这个你可以帮我们翻译吧 是 我想这几年来 其实基隆人很重视的第一个议题 其实是交通 所以我们上任之后 大概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快捷公车的一个建立 像2088快捷公车 1088快捷公车 现在不管是从台北要到基隆 还是基隆到台北 都非常的顺畅 那也非常方便 一般车就可以到达台北 到达基隆 所以这个现在已经不只是通勤组 现在连包括礼拜六 礼拜天 要到基隆玩的人 现在很多人都走2088 那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还通过了一条叫做中正线 那这个也即将在明年的四月份 四五月份左右要通车 那另外就是刚刚可能听众有留言的 就是我们西岸的高架桥 其实是在前年的时候 去年前人就通车了 那现在在今年的十一月一号 中山一二路的第二公区 还有包括我们市中心的中一路 已经贯通 然后现在已经衔接上 也就是基隆市中心区 最大的两条马路 已经连接上 这个叫做打通基隆城市的任督二脉 所以当然交通会顺非常多 那刚刚另外就是校二路 校二二路的话是在去年底 今年左右 今年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示范道路的一个改善 所以过去校二路是市中心区 要上高速公路最重要的一条 这个主要的干道 那以前道路坑坑巴巴的状况不太好 不过现在非常的平顺 非常的整洁漂亮 好 又上您应该是勇于接受挑战的 因为您打的这个市政报告 其实您过去在议会的时候 面临那些议员的监督咨询 其实大部分您都回答过了 那所以在市政总报告里面也有 譬如说基隆人心头大患的就是路不平 您也展开路平工程 而且四年内投入六亿的改善 而且是168条道路 那可是呢 过去谢力工他曾经质疑 因为我刚刚没有时间问 就是内政部营建署也公布了 最新全台道路的考评 基隆市是垫底的吗 而且是11年来头一次获得平等吗 这是前后是不是有一些误差 还是究竟是如何 他讲的是旧资料 那应该是去年来前年的事情 今年的评比还没出来 你是2014年上台的 对 今年的评比 我们基隆市应该是全台湾进步最多的现实 所以你意思说上次的评比是针对前任的 不是 因为需要有个工程的时间 因为那个道路的评比对基隆市不公平 所以我在去年前年的时候 赖院长来 我有跟他做过反应 那不是说去为基隆市来修改这个游戏规则 倒不是 而是因为我们基隆市时代道路就那么几条 那而且规定呢 还规定说两年内完工的不能算 那另外道路的长度要长达500公尺以上 而且还要加上人行道 我们基隆市哪有那个路啊 随便一抱一条道 而且今年抱的明年不能抱 明年抱的后年不能抱 那我们那个抱的出去的路呢 就抱到思求路的山上去了 所以那个对整个的一个评比实在不公平 而且没有办法反映出真实改善的一个状况 那虽然今年的评比还没有出来啦 不过我们侧面得到这个讯息 我们应该是今年是进步非常多 那等那个成绩出来 我相信大家会耳目一心 那路的问题 我是想跟大家这样子报告啦 我不敢讲说基隆市现在的路非常非常好 并没有 我们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善 这是事实 不过我至少在这三年多的一个时间 我把基隆市的道路的一个品质 至少从过去三四十分的水准 我至少现在提升到六七十分 那怎么做出来 其实我有一次也问这个林周明 就是台北市的 台北跟基隆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就是但是他们去描述一个 我公宅怎么盖 我都根怎么做 其实他们就很细节的讲到 他们每天真的每天没夜的 完全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各位要知道说 基隆市是一个不是六都不是直辖市 基隆市没有捷运的建设 台北市的路平 很多的主要干到 它基本上就是搭配着 当初捷运地下化的一个建设所新辟 所有共同管沟全部通通重建 可是大家知道基隆市路烂 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 这个路面铺的怎么样 而是因为基隆市 是全台湾漏水率最高的一个城市 你如果整个基隆市的水管 要泰换的话要四十年 这个我必须要讲 就是就过去几十年来 基隆市的历任的市长 没有在处理这个问题 那没有办法了解真正的根源在这边 所以很多市民朋友 如果看到说这个马路在挖 其实95%都是在修水管 那地下的水管老旧 你那漏水率高达多少 你知道吗 市中心区仁爱区漏水率高达50% 也就是一半的水是漏掉的 那他在地底下滔胜漏 那上面车子过一定坏了 然后再加上基隆冬天爱下雨 只要道路有裂缝 裂缝隙水下去 然后就会坏得更快 所以我上任之后呢 把管线单位进行了一个整理整病 也就是希望让他们尽量能够整合起来施工 不过说实在效果有限 效果有限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推示范道路 也就是最主要就是水管的泰管 像你刚刚如果大家到市中心看到的 我们的人一路 姓一路 还有孝儿路 这个都已经完成 还有中正路 都完成示范道路的一个整线 从建完之后到现在 没有再扑过第二次 那其他包括很多的 其实都是在所谓的非封闭型的社区 这个一般市民可能不太了解 你看到的很多的路 其实基本上不是基隆市政府的 包括有一个社区在我们安乐区 壮观台北 壮观社区 应该很多基隆人 听众可能是住那一边的 有一条 你们现在走的那一条最大条的连外道路 那个地主不是基隆市政府 而且那一条不是计划道路 我市政府 即便市长想花钱去帮各位修 都没办法修 因为它不是计划道路 然后地主也不愿意我们去修 那当初是用怎么弄你知道吗 当初是为了要开辟 所谓的北台科技园区 用所谓的停车场 跟那个好像什么 一个紧急的一个通道 拉了那一条路 所以我们大概最近这几年 我们有一些非封闭型的社区 我们有定了一个制度 有定了一个规则 所以像光华国宅 还有像有一些过去所谓非封闭型社区的道路 我没有进去铺 所以大家有感受到 哇 十几年没有铺 现在终于来铺了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敢讲说金融市 现在的路已经一百分 没有 不过我想至少我们把它提升到六七十分的水准 所以人家常讲说谁谁谁 现在现任有行政优势 可是光听林又昌他讲那个上任以后 他去怎么样去面对一条路 而且这个路是师傅可以不用插手的 可是这条烂路他怎么弄 听听听好像都有一个故事 故事很长 故事其实蛮有趣的 我们说下期的广告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琴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继续延续刚刚林又昌 他所谈论的这个内容 所以又昌你说 四名老百姓 我刚刚前述也是说 那个要求是非常卑微的 可是有人说他面对 是否说是很严峻的 甚至一到打选战 这要备受考验的 您刚刚讲一条路 那个不是你们是否有权责去介入的 是属于私人地主所有的 你光讲一个路的故事 我就觉得听得还蛮有 津津有味的那种感觉 那显然就是说 刚刚听众反映交通 你刚刚提到用路 这个就是小市民他们所谓的 看一个首长接不接地气 有没有帮我们做事 而且那么快速 一定要下次选餐之前 就对这很不容易 那就轻轨跟捷运呢 当然不能每一个这个中央所执政 他们所设定的一些政策 都全然如不分蓝绿的首长的满意 但是如果轻轨跟捷运真的要选一个 还有机会争取的话 您会选择捷运吗 我想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议题 所谓去讲说轻轨不是捷运 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其实我也在节目 还有包括新闻 我讲过很多次了 其实捷运的一个系统 其实大家都知道 它分为重运量的系统 重运量的系统 跟轻运量的系统 如果你用它的运量来分 是这样子 所以像很多台北市民 大家搭的这个板南线 那个就是重运量 那各位搭的木炸线 那个是中运量 那现在淡海正在盖的 那个是轻运量 其实基隆这一条 其实就是轻运量的系统 那现在的一个规划 基隆的这一条的运量 大概是轻运量系统的上限 中运量系统的下限 接近中运量的意思 那第二个如果你 接运的系统 你去用路权来分的话 它就分A级路权 B级路权跟C级路权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为了选举 去那边扯说轻轨不是捷运 捷运不是轻轨 我觉得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那有中运量 或是重运量的空间吗 混淆这个民众的一个视听 有中运量 或是重运量的空间吗 这个我是外行 中运量的空间可能没有 但是这个大概是 刚刚有讲 大概是中运量的一个下限 那目前规划 本来是规划单轨 现在是规划双轨 那一个小时 大概可以开10到12班 也就是5到6分钟一班 未来从基隆的会展 旅渊智慧大楼 到南港的展览馆 大概就是25.5分钟 这是非常确定的事情 所以有人讲说轻轨是慢 然后载客量少 没有这是错了 已经是双向了 然后载客量 这是错了 因为运量 运量最主要是看你有多少人搭 不是说轻轨的运量就是低 其实你要加车厢都可以加的 速度也不是比较慢 我一直在强调大家用一种四四而非的这种概念 我跟你讲 其实火车开的比这个捷运还快 火车开的比捷运还快 火车的急速可以开到110 120 可是因为火车的占据长 火车占据长 那听捷运的系统不是 捷运的系统你看 它就这样 进来有没有 10秒就走了 是没有人在等捷运的 对不对 你会去等火车 你不会去等捷运 捷运就是方便 可是像台北市中心区的捷运 它的急速大概是80公里 对不起60公里 这一个桃园到台北的机场捷运的 急速设计大概是80公里 它为什么大家觉得快 是因为它方便 不是因为它真的快 然后另外就是站距之间短 大概是500公尺到700公尺就设一个站 铁路的话大概是2公里到3公里设一个站 所以也就是捷运可以服务的那个范围 是比铁路 它服务的这种模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像过去 可能在那边一直扯说 什么要捷运不要轻轨 我觉得这是一个 实在不太应该 那面对您的对手谢力工 他又主打了一个 就是说非但要捷运不要轻轨 而且捷运要拉到百幅社区 百幅社区我们都知道 比较弱势的一个社区 这个就是对现在的现在只能规划就更不清楚嘛 过去在讲说民生戏指线 民生戏指线到现在 我都已经一认过去了 民生戏指线现在在哪里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选举 上次游在吵 上次选举的时候 民生戏指线 朱立伦市长还在戏指办动工 大家还记不记得 现在你看到民生戏指线的影子吗 没有啊 对不对 那更不用讲说台北市这边后来民生社区那边的居民是反对这一条的 那现在从这个基隆到南港的这个轻轨捷运 这是政策都已经确定了 而且路廊也确定 大家要知道捷运很贵的 捷运一公里的平均造价要30亿到50亿啊 第二个 现在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讲路廊 现在如果要土地要征收 从大府事件之后呢 都是要用市价征收 所以那是一个天价 你如果要拉一条新的路廊 那是一个天价 根本不可能完成 不要说光琴姐你老了 我也老 我可能80岁我都还不可能看得到 就是你不想开支票的意思 不是我不想开支票 是那个是不可能完成 不可能完成 因为那个是不会有路廊 所以你找一个是可以完成可以落实的 而且把它极大化到是中运量的下线 对 这个是绝对可以完成 然后他所需要的经费 因为他不需要征收土地 他现在新的案子需要的经费 大概是100亿左右 所以这是大家可能在未来 现在规划大概是7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因为本来是单轨啦 单轨的话4年 那现在双轨的话 大概是6到7年 大概是7年左右的时间 还没动工吗 什么时候动工 现在应该是后年左右会动工 现在应该要 现在接下来要做中运性规划 然后要做西部计划 那应该是后年左右 预计是后年 就算你连任当选的话 完工你可能 那没有关系 除非你当行政院长 成功不必在我 那个大家想台北市一条捷运盖20年了 好的我们再继续往下走 就是那申奥电厂呢 现在这会儿就是中央已经是有一个结案了 就是只写就选战角度来看的话 您觉得先前的那个过程 是不是对你来讲蛮齐居 很难应付 没有啊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这议题还在呢 那你不是选战 不会 又会多一个议题吗 不会 好 我想把道理讲清楚 刚好趁今天这个机会 是 其实基隆市空气污染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深奥 深奥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停了 可是我上任之前 基隆市的空气还是很不好 为什么不好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做协和发电厂 所以我说实在来 今天谢力工先生 如果是关心空污的事情 他应该关心的是协和不是深奥 深奥也还没盖 以后什么 就算盖了 也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 我们在这三年多来 我们做了多少努力 解决基隆的空气污染问题 第一个 台电被我们逼着 用更昂贵的 这个低流的这种燃料 因为协和发电厂是全台湾 唯一一个烧纵油的一个发电厂 我们要求他用这个低流量的一个燃料 他成本增加不少 第二个呢 我们要求他那个降低运转 减少运转的这个时速 还有减少运转的一个天数 第三个呢 我们要求他加装这个高阶的房屋的一个设备 所以这三年多来 基隆的空气品质 从我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 基隆市现在是西岸地区 整个全台湾如果除了花冬之外 基隆市的空气品质是最好的 而且我们每年的空气品质的不良天数 我印象现在应该是降到每年只剩下15天还是14天 15天还是14天 也就是 台湾讲我这一题没准备到 所以没有数据可以验证 透过市政府我们的努力 我们可以把过去影响基隆 一二十年的协和发电厂的空污问题 在我任内得到解决 我觉得这是一个地方首长 务实的去处理问题 所得到的一个成绩跟成果 当然我知道说竞争的对手 他要利用所谓的深奥电厂的一个议题 来做政治上的一个操作 那可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 其实并不在那边 那第二个 好即便要讲深奥发电厂 讲说不蓝煤 也OK 但是不蓝煤 今天除非他不盖 当初因为还在讨论说要不要盖 今天除非他不盖 否则你如果要盖的话 要不然就是蓝煤 要不然就是蓝核 要不然就是蓝天然气 不然你还能蓝什么 那你不能用核电 那个地方不可能改成核电厂 那你又说不蓝煤 那你只能蓝气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 那你主张蓝气 你就说你主张蓝气 你又说你又不讲 那主张蓝气又不可行 你上次在我们节目中花很多时间 很细节的 或者说因为鞋和跟深奥很近 能不能够拉个管线 去鞋和嘛 没错 去深奥 深奥是鞋和拉深奥 鞋和那边拉深奥 所以那个东西不可行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台湾的政治 为什么让民众觉得有时候有些厌恶 就是常常会去为了选举 去讲一些 我觉得都不一定那么正确 可是如果这个议题不收住的话 那的确之前你在议会也碰到 然后选战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碰到 包括面对我们这种媒体人 我们也会问你啊 没有我觉得那没有问题 不会不会 我觉得那没有问题 好 他如果继续要讲那个 我跟你讲 呃 论编过 讨论过 不然的话 我觉得这是公共议题啦 是 公共议题 大家来讨论 然后大家有更充分的一个资讯 这个是好事 是 呃 不然的话我也是反声哦 上次也跟这个又昌庶民 但是很多事情要务实来探讨 可能多方面去讨论啦 然后我是觉得政治 呃 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办法了解 这个可以理解 可是政治人物不能只讲一面的话啦 嗯哼 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民进党执政现在呢 呃 这个申奥 还有关堂哦 就是之前那个过程大家都清楚哦 那在这选战 呃 就算是公投上场 你要反声哦 在那个议题上面 他的这个着陆的程度不如先前了 好 这这是我们看到一个效应的递减了 学校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哈 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市长在这边真的我们今天的留言 都是很细节 因为难得林用昌来 都问的就是好像是基隆在地的哦 呃 有的留言板说 希望市长可以帮忙壮观台北 就您刚刚提到那个修路的那个哦 他说除了路之外 还有水的问题是不是也帮忙解决一下 水的问题差不多要 差不多可以解决了 哦 是的 然后那个 还有说很多水管埋在民宅底下很难修 这也是回应刚刚市长讲哦 要管线共管之外 还有把那个漏水的水管 百分之五十笔的这种 要整个要修理或太换 那还有就是说违规停车 哇 这个我最痛恨的 不只是在 我基隆很少去啦 我就是在哪里看到违规停车 还下来吵的 那个就真的很可恶啦 所以拖掉车他觉得太少了 那还有就是公车可以研究一下 是不是可以改颁表时间 进站的时间凑开一点点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留言 我们不能一一的来念给市长听了 我想市长应该是非常熟悉啦 那应该有市民反映市府的管道 等等 不过市长最后 大家今年的选战 有人打空屋啦 那您刚刚也报告了 但是有人就是打经济牌 对不对 那我们讲说一南一北嘛 基隆头的话 一定会提到就是说 如何提振这个难流的这种可能性 而这不是提振啦 就是希望你们的青年朋友 不必到外地讨工作之类的 就这样的一个口吻下面的一个语言 您怎么做 如何为基隆创造工作机会 而您曾经打出要创造三万个工作机会吗 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吗 上次好像没有吧 没有啊 好 那谢立东说他创造一万个 他说林又昌有曾经 说有提到三万个 又昌说没有嘛 那您的整体的做法呢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个部分 基隆市的旁边叫台北市 这是天龙国嘛 那在旁边另外一个叫新北市 全台湾最大的县市 那还有一个叫做桃园市 三个都是直辖市 那这个北北基陶的一个首都圈 的生活圈 其实说实在 在我们念都市计划 或者念经济的人 这个叫做一个经济体 叫做一个大的都会的经济体 所以探待基隆的一个经济 不能只是看基隆 而是要放到整个大台北首都圈去看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重新定位 基隆市的都市的发展 找寻我们在产业上 跟经济上的一个定位 那我们最近这三年多 大概我们就是这样子在处理 所以包括我们市港的一个 再生的一个计划 包括北无独的国际研发新政 现在也得到中央的一个支持 拨了四千多万的一个经费 要来推动 那包括轻轨捷运的一个建设等等 公共建设的一个配套 那所以基隆的能见度 我相信大家有感 在最近这三年多以来 过去我们基隆要招商 企业界都很气雷 就是说大家不想到基隆 为什么 因为基隆大家觉得很远 太小 第一个觉得很远 第二个觉得这个城市没有希望 觉得在基隆上班 好像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所以要招人都没那么容易 在我们的六堵工业区 还有包括那个大五堵工业区 欠人要招人招不到人 不过最近整个城市的一个能见度 还有我们的知情性提高 这个对整个经济活动是有帮助的 另外我们在这几年大概做了一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开始对于所谓的创业 或者新创做了一些努力 比如说我们的八六设计公寓 还有在太平国小 我们大概连续做了三两三年的一个地方的一个 在生创生跟劳动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基隆开了不少小店 都很多都是年轻人回乡去创业的 那在今年也是更特别 我们跟中小企业信保基金合作 这个是金融市几十年来从来没有的 过去其实可以做 但是没有做 我们跟中小企业信保基金呢 就是推了一个一千 我们合资一千万 然后可以贷放一亿元的额度 来给我们的中小企业 包括微创的一个企业 他如果要贷款的时候 由我们来做信用保证 让你可以顺利的去带到这个资金 然后可以去做创意跟投资的这种动作 另外是过去讲到要投资 从来不会想到要基隆 不过在从去年 我不晓得光景点还记不记得 我们去年我基隆办了一个城市产业博览会 这个提升了我们基隆人的信心之外 也让全国的工商企业界 看到基隆整个公共投资的一个建设跟未来 因为你企业要投资是这样 你如果没有可预期性 他不晓得你未来五年十年的发展的话 他不敢来的 那从去年开始到今年 我也可以很骄傲跟大家讲 去年到今年我们大概有 民间的投资大概有三十亿 这是过去十几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那这三十亿还不包括什么呢 不包括台龙宾市跟World Gym在基隆投资九亿 那最近在大五轮工业区呢 有六个五个案子投资六亿多 这个都是在过去 在去年之前没有的事情 那民间的投资进来表示 他对这个城市有信心 那民间的投资增加之后 企业投资增加之后 其实就业的机会就会增加 那当然年轻人要返乡来就业 他才会有空间才会有机会 那更不用讲说 你看到了东岸的商场 刚刚谢力工先生批评了 东岸的商场至少创造一百多个就业的机会 那整个东岸 整个四港的一个再生的狼带起来之后 我相信整个的一个经济的环境 还有整个都市的环境的景观都会好起来 然后大家才会愿意来 好 又上因为我们时间也快到了 我们就讲就是说 过去大家对基隆的印象 那时候又上可能还没有上台 就是我看结合那时候同台 比如说已经过世的刘文雄先生 那老基隆的 那当时候大家讲到基隆 我套句最近时下大家会讲的 其实吕副总统也讲过 后来韩国瑜拿去用 他主打说高雄是又老又穷 你不必对高雄选战发表意见 但是如果我们印象中 过去的基隆是又老又穷又急又脏 灰蒙蒙蒙 尤其就没有改变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李永昌到现在 实账还没有满四年快四年了 你怎么样定位你曾经做过翻转 而且已经翻转 在翻转中的基隆 我想我上任之前基隆是最不快乐 最不幸福 而且是三高的城市 是自杀率最高 离婚率最高 还有失业率最高 全台湾了 真的 然后呢 离婚率最高也在你们那 也在我们那边 那自杀是 自杀率也最高 我上任之前是这样子 不过我上任之后 这些都已经被我们扫到垃圾桶里面 真假的 也就是我们把基隆市从不快乐变成快乐 从不幸福变成幸福 有这么神吗 有 然后这个从没有信心变成有信心 那更不用讲说 我上任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讲 我上任的时候是基隆市 有史以来负债最多的那一年 负债124亿多 负债的比例高达47.36% 不过这三年多来 你看基隆市这么多的一个建设跟发展 我们还把负债降下来 我们把负债从124亿 降下来现在大概只剩95亿多 也就是我们在三年内 我们减债了28亿多 负债的比例也降到39.33% 所以在今年远见杂志的 全国财政稳定度评比 我们基隆市居然拿到第一 所以我们一方面推了很多的建设 基隆看到进步 我还去中央争取了100 超过111亿的竞争型的计划的经费 那我们还把负债降下来 所以我们也把基隆市从黑白变成彩色 那如果要你定位呢 用简单的术语 基隆现在是一个有希望的城市 反正就一个彩色出现了嘛 你的意思彩虹出现了嘛 大家看到希望嘛 看到信心 至少碰到李佑昌 大家很难再用过去的那种 好像都几十年不改变 我们讲说30年 我还记得文雄兄说 40年 那就觉得很久了 那现在就说我们参与政治 我们在旁边旁观 或者我们在跑新闻 政治人家讲说众人之事 可是政治 佑昌我跟你交换新的 我认为政治之事其实很简单 不过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就那种感觉 也是生活 也是生活 那今天非常感谢佑昌 其实佑昌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我们节目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谢力公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这是我们安排上的一个舒适 我必须坦诚跟听众朋友说明 这不是我的原意 但是既然两位都开诚不公 而且面对听众 那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特别的感谢两位 包括可能在听的 谢力公 我非常感谢两位 利用这个机会 那也从来没有 两位候选人愿意同时走进录音阶 虽然是以前以后 谢谢 谢谢林佑昌 谢谢 谢谢光琪姐 好 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我们马上进我们的联网场宣报 跟用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音乐123